在羅東兩家店 任命據點 找錯家你會後悔喔 推動進步新鎮 再造活力宜蘭 農曆年前一見不留 現場家具破盤大拋售 趕快來撿便宜喔 電話9585-785 全館床墊五八扯 再加碼買一送一 買西蒙斯名床 送西蒙斯名床 買超級床墊 送星級床墊 還有多款世界名床 買一床送一床 一喜歡最划算 快來床的世界 國立宜蘭大學 教學卓越研究機優 硕士班招升中 即日起報名至107年1月30日 歡迎您的加入 哇 好便宜喔 上頂家具圓木之家 年終聯合大車拼 上頂家具宜蘭店羅東店 多走兩公里 多賺兩成新台幣 推動進步新鎮 再造活力宜蘭 立德家具歡喜過新年 好禮一波接一波 全面五折起 滿萬再送籤 還可刷卡分期喔 立德家具位於宜蘭 市政府斜對面 姐姐帶你來吃宜蘭最有名的 酒王姜母呀 哇 這麼多人一定很好吃 二 讚 美麗絲精品幼木床組 幼木沙發 新品上市現場特價展示中 首選優質床組床墊 近在美麗絲 天花亂拽的上網方案 你是哪一家 跳槽到台灣大寬屏 都算同一家 全部同一價 300枚光線上網 只要799 挑戰市場最低價 最高再送禮券2000元 限時優惠 快播0809-000258 台灣大寬屏 120枚光線上網 也只要599喔 推動進步新鎮 再造活力宜蘭 85度C 宜蘭站檢店 羅東南門店 新鮮麵包限量出爐 還有不是蛋塔 趕快來選購喔 拍拍我的寶貝 零三台公用頻道 推出了一個全新的單元 叫做拍拍我的寶貝 你家裡的小寶貝 或是毛小孩嗎 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機 相機 攝影機 記錄一下他們可愛的畫面 跟你單開公用頻道的鄉親 分享他們可愛的紀錄 拍拍我的寶貝 零三公用頻道 歡迎大家一起來 歡迎回到鄉親熱線的節目現場 我剛剛喝了虎老闆的咖啡 真的有一種幸福的味道 真的是手沖的咖啡 那種溫度是不一樣的 那其實我們現在要再把焦點 移到另外兩位好朋友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 小朋友最喜歡的爆米花 來請教彥均 彥均聽說你以前 剛畢業的時候 第一份工作室從事設計 可是你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你決定回來宜蘭 然後用爆米花 來作為你創業的 第一個重要的一個產品 是 其實我可以講說 我不是宜蘭人 你不是宜蘭人 就是我不是宜蘭人 我是很少 我是客家人 然後我很少就離開了客家的 這個苗栗的環境 來到台北打拼 所以我在台北二十幾年的 的歷練之後 然後因緣機會下 就決定選擇了宜蘭 你怎麼樣接觸到宜蘭 讓你要來想來宜蘭 其實我們是長期會參加一些 公益的活動 那他們就是會常常會在宜蘭 做一些辦活動 我們就會過來這邊 然後其實宜蘭早期 在還沒有雪睡之前 我們年輕的時候都會騎車 來到宜蘭這邊 騎那個918萬 北京公路 去體驗過來 然後覺得這邊是一個祕境 對我們年輕人來講 所以我們就覺得對宜蘭有一個憧憬 我們都認為說宜蘭就包含了全部 不單只是還有什麼羅東 對 他在台北的印象是這樣 就宜蘭就是整個全部 後來就決定宜蘭是一個台北的衛星城市 它非常適合像美國矽谷一樣做企業的發展 然後當然我們也覺得說 就是說在我個人的目標上面在公益這塊 我希望在宜蘭做 所以我們就決定在宜蘭 就選擇這個爆米花的事業 可是你選擇爆米花 因為一般人爆米花的印象就是 去看電影 然後電影院下面會有一個箱子 然後就現場爆現場吃 會覺得爆米花是一個很難保存的一個產品 可是你是怎麼樣 為什麼會選擇爆米花 爆米花對你來說意義在哪裡 其實在過去我其實是做爆米花廠 也是在老東家那邊做爆米花的一個事業 那當然有一些人生的紀律上覺得說 我們應該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在回饋社會 所以我就決定在創業的這條路上面 選擇這樣的方式 而不是在幫別人做打工 然後用一點點零星的薪水 微薄的去幫別人 因為過去在中國有一個市場叫海底撈 他們就是在SARS的時候帶所有的員工去打掃 天啊我聽到這件事情好感動 對我就覺得如果說台灣的這樣的精神 不是只有在重大事情發生 是平常生活上都會發生的時候 我相信那個是可以讓我延續去做的一件好事 所以我就決定以爆米花去做 當然它保存非常困難 對 真的 它容易受潮 對 可是爆米花我們常常去電影院一大包 然後可是你吃的時候卻吃不完 就一整桶就吃不完 可是你再放到第二天就不好吃 又不好吃 所以我們想說這樣子一個商品 是不是可以讓它保存時間久一點 然後口味多一點 然後變得更好吃一點 甚至熱量低一點 那這樣子的話對喜歡愛吃的女生來講 或許是一種療癒跟舒壓 真的 對 雖然我們就創意 下次你要研發低脂的 它熱量非常低 真的 所以已經研發出來了 對 它的熱量大概在1.5顆鳳梨酥的熱量 就是一整桶 對 那真的很低欸 非常低 對 所以因為剛剛虎老闆有特別提到 其實你在宜蘭的整個創業 其實它也是一個公益事業 因為包括你請的員工都是比較特殊 需要幫忙的 是 過去我們是跟家福合作 就是找一些身心障礙的小朋友來幫忙 那因為其實我們自己創業家 就知道說如果我們自己不加油一點的話 也有可能會變成弱勢 對 所以我們就是後來決定選擇另外一個需要幫助 在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 可是他們並不是真的是 真的需要幫助 他們只是暫時的不方便 那我們就選定 比如說像媽媽們 在宜蘭其實這些媽媽們都很厲害 而且各個的才能超強 真的很厲害 可是他們礙於就是需要照顧小朋友 然後 沒有辦法長時間固定的工作 對 禮拜三跟禮拜五都要接小孩 然後其實沒有辦法做正職的 那對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就覺得沒關係啊 就把小朋友接在公司嘛 就放在我們旁邊 辦公室旁邊就幫忙寫作業 然後我覺得這樣感覺挺好的 那像這種狀況 其實在台灣的百搭企業是有做到 旁邊有個幼兒園這樣 雖然我們是小小隻旁邊是辦公室 但未來我相信如果我們再做大一點的話 我們也希望在旁邊有個幼兒園 讓真的整個宜蘭的媽媽們 他們可以放心的工作 也可以放心的把小孩子放在公司的 合格的一個育幼園 然後整個的氛圍我相信 那個製造的能力相信會非常大 而且爆米花應該會更好吃 富有愛心的爆米花這樣 真的 我覺得這也是很多媽媽 最想要的一個職場環境 對 所以我們希望彥均的爆米花 能夠趕快實現夢想 然後成立一個爆米花幼兒園 我相信應該很多媽媽的 實驗首選就是到彥均的爆米花 不讓她上班 對 真的非常的棒 所以其實像你這個爆米花 你在發展出這樣的產品之後 你的行銷管道怎麼樣去鋪設 因為剛開始你從一個幫人家工作 然後自己創業 你自己創業之後 你應該開始感受到壓力了 包括整個行銷通路 然後產品自己的研發 其實都是問題 每個都是問題 那你是自己一個人嗎 還是你有一個團隊 或者是整個家庭過來做 是 應該是這麼說 我們其實是有一個宗教的團體 然後他們是一個傳統拜拜的宗教 也沒有說很特別 但是這個團體的師兄姐們 都非常熱意的 無償的在幫助我們這一塊 也就是說 在這部分的話 我算是蠻幸運的 因為這是我第三次創業 真的 我相信創業家應該都是 常常就是不只一次創業 所以真的很厲害 就是不氣餒這樣子 正常過程中 但是可以雲淡風輕的講說 我們是努力的往前走 所以你之前兩次是做什麼樣的產品 什麼樣的事 第一次是做雜誌 現在還在 叫Kubi高銷誌 對他現在 所以那次的創業還是繼續成功 對是大學的同學一起創業 然後就維持著 然後他就繼續做 我就跳出來 另外想說在創業 可是沒想到第二次創業 當然就碰到了所謂的創業的詐騙集團 在外面其實是蠻多的 那要小心那當然那一段的時間 也是順利的度過 然後好吧 然後我就決定來做一個 就像胡老闆所講的 要對有意義熱愛的這個工作 然後我就選定用爆米花來走 對他其實是蠻跳通的 因為我們之前都待比較大的公司 然後像比如說 會跨國際的一些公司企業 可是真的要自己創業 做爆米花的時候 那樣的行銷在宜蘭 確實碰壁非常非常多 對因為那時候非常辛苦 我都說因為我們那條是在校舍路上面 我都說校舍路上面有個轉角口 是The Seven 跟我們家的燈永遠都是24小時開著 對就是非常辛苦 因為宜蘭比較慢熟 所以要做宜蘭的生意是比較辛苦一點 真的 對所以我們大部分是以城市 先外面先做 全台灣的市議員也做 然後再走宜蘭 然後現在宜蘭非常的幫忙 也非常給力 就是非常支持我們這樣 對 所以其實相信燕軍的爆米花 未來可以行銷全世界 這個是指日可待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介紹的是 在宜蘭市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家牛排館 其實這家牛排館呢 其實一走進整個店面的感覺 其實非常舒服 而且員工給人家的感覺很親切 但是其實牛排館在宜蘭其實也蠻多的 也蠻多 那如何營造出這樣的一家 那錢明聽說也是這幾年才回來宜蘭 然後開始創業 然後做這個牛排館 當初怎麼會想要回來呢 就是啊 原則上 我跟胡老闆差不多 我也是離開 我也是土生土長的宜蘭人 然後其實我離開宜蘭也真的是很久 大概大學的時候 我大學的時候在台中讀書 我讀東海大學 那我本身是本科系 我就是讀旅館管理的那個 這個區塊 那之後就一直都在台北工作 一直在台北工作 做超久 好久 做很久 然後 做很久之後當然就 在工作的階段的時候當然 公司對我們也不錯嘛 然後都一直學習到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越往上走越往上走 就真的就會像 吳大哥說的 你可能每天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雖然你有在學東西 可是你會覺得你的生活當中真的少了很多 一些些溫度在 然後再加上 出去久了真的會想要回來 那會自己想要開店還有一個很大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家有三個小孩 可是我在國外 宜蘭國外停留最久 其實我姐姐我妹妹其實都出去三年就回來了 他們也都回來了 他們也都有去國外 不是國外啦 是在台北啊 外地 外地外縣市工作 然後回來 然後他們都三年之後就回來 可是我待最久 那 我會回來就是因為覺得說 看到了其實像我們這一輩的很多年輕人會回來 都已經回來宜蘭開始生活 那大家會比較著重這個區塊 那其實 講到這個地方要先知道 其實我們公司做的東西是什麼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 你們的店名蠻特別的齁 胡椒鹽 叫沙類伯伯 其實胡椒鹽不是我們的名字 胡椒鹽牛排是我們的副標 喔 其實我們是沙類伯伯 它是義大利文 它是鹽和胡椒 那 呃 鹽和胡椒是我們開店的一個很大的初衷 就是我們會希望說 給宜蘭人吃好吃的東西 原味的東西 對我們的東西 包括我們的沙拉的醬 包括我們開胃菜裹的粉 或炒的一些蔥薑蒜啊 或是我們自己做的醬 比如說青醬白醬 鮮奶油做白醬 甚至肉的烹調 我們都不會加太多 調味料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就它該是什麼東西 我們就怎麼樣的東西 用烹調料理的方式去呈現出給客人 那沙類伯伯 可以去很直接直達我們的內心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很原始的東西 帶給這片土地上面的人 那 很符合我想要回來開店的原因 就是我們這個族群 慢慢的 大家都回來宜蘭了 那宜蘭人生活 我覺得漸漸都不錯了 那大家應該值得吃一頓好的料理 好的料理 那這個好的料理 就有點像 吳老闆的咖啡一樣 值得坐下來好好喝一杯咖啡 吃一頓餐 那這就是我們 籌備這家店 然後去創設這家店的原因 那沙類伯伯是義大利文 所以其實我們是義大利菜餐廳 那只是當時候我們的副標 因為我們在開店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很辛苦 因為我們一開始 就是沒有設定太多料理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菜單 只有兩個沙拉 三個開胃菜 五個 排餐料理 沒有太多義大利麵 其實我們菜都是 兩三個月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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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